从倍数追捧到烫鼠山域 如今的美国国债为何无人敢接盘 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还能保住吗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全球影响力 稳定性以及经济发达程度最好的国家之一 因此美国的国债一直倍数关注 然而今年曾经让美国国民和其他国家疯狂抢购的美国国债却无人敢接盘 最近美国政府计划发布1030亿美国国债 却犹如烫鼠山域一般人人皆碧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难道买美债要亏本吗 事实上美债的收益率仍然是比较高的 随着最新一轮加息 联邦基金的利率目标区间达到了5.25%到5.5% 在世界国债的收益排行上依旧占前列 然而购买国债的实质毕竟是投资 收益与风险并存 就好比乌克兰的国债 哪怕收益率在50%以上也没人敢买 毕竟购买国债要考虑到该国的基本国情 而美国如今的国情就不得不令人感到担忧 今年8月1号 国际债务评级机构汇域 根据美国现阶段的政府治理能力 以及经济状况 将美国债务评级从最高级下调至第二级别 此次降级对美国的影响极其恶劣 美国经济衰退的信号愈演愈烈 美国国债可能再也不能靠着美国的影响力 来吸引官方投资者了 对于国家级投资者而言 美债也许收益高 但是其风险性也越来越高 中国 日本 英国为何都纷纷抛售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美国近期计划发布 1030亿美元国债 可能是受美国债务评分降级的直接影响 但是 今年以来 美国已经发出的9万亿美元国债 被持有国大量抛售 可就不单单是降级的问题了 根本的问题是 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 由于受疫情等原因的影响 全球的经济贸易十分不稳定 地区冲突不断 而美国固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不断挑起他国争端 到处限制他国发展 导致了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资源 加上 两党竞争和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 美国的财政赤子十分严重 为了缩小财政赤子 刺激本国经济发展 美国只能发行大量的国债 以从他国获得资金 然而 由于拜登政府昏招频出 美国的债务节节攀升 财政情况却每况愈下 今年6月 美国的债务已经达到32万亿美元 相当于每个美国人都背了67万人民币的债 美国的债务马上就要达到上限 财政随时可能出现爆雷的风险 而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国家手中的美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因此 各国只能狠心纷纷抛售 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 依次是日本 中国和英国 而今年 三个国家都减少了本国手中的美债 仅仅5月一个月的时间 日本就抛出了304亿美元的美债 而英国也减少了141亿美元的美债规模 而中国不仅在今年5月 减少了220亿美元的美债持仓 同时 也连续7个月缩小了持有美债的规模 美债爆雷 美元体系弊端已经无法掩盖 全球去美元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能取代美元吗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十分可观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有多慷慨 而是因为美国为了限制通货膨胀率 而一次次的加息 从去年开启加息周期到现在 美国已经陆陆续续加息11次 加息的结果就是美元升值 美债的收益率自然也就会升高 然而 美元的升值必然会导致 其他国家货币的贬值 同时 美国的索杯的债务 已经达到32万亿美元 超过了一年的GDP总值 如此沉重的负担 绝不是亲而易举就能还清的 美元升值以后 美国债务将转嫁到他国 总而缓和本国矛盾 而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 使用这样的手段 搜刮全球财富 中国抛售美债 是由我国的金融体系更加健全 不需要通过美债来进行平衡 而随着两国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我国对美债的依赖也大幅减少 我们也在用抛售美债的方式 推进去美元化 美国玩火自焚的行为 让全球投资者都对美元失去了耐心 即使是日本和欧盟国家 也已经受不了美国利用美元操纵汇率 转嫁本国债务问题 迄今为止 已经有85个国家 不断加入去美元化的进程 想绕开美元体系来进行贸易 而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的国家影响力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认可通过人民币进行结算 伊朗 沙特 阿拉伯 俄罗斯等国家 都在推进人民币结算的进程 根据央行发布的信息 7月 国际人民币结算金额 已达到1.2万亿元 然而由于交易惯性 目前仍没有替代美元的货币 美元的地位 依旧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 随着美国的公信力 以及经济地位不断下降 去美元化 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我是X4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